17家A股读董接连现任 考美案于震来了 近期A股市场上演独立董事辞职潮 据不完全统计 11月12日以来 已有17家上市公司立即披露独立董事辞职公告 分析认为辞职潮或与此前考美要业财务造假案 一审判决读董承担连带责任有关 今年9月和10月 读董辞职量分别为31家和36家 意味着早前单周平均8家上市公司读董辞职 而考美案后数量实现翻倍 其中 江振平 李定安 张红三人 因在康美要也2016年年报 2017年年报 2018年半年报签字 被判承担10%的连带赔偿责任 对应金额2.46亿元 独立董事应当按照相关法律法规 本着指导意见和公司章程的要求 认真 理行职责 维护公司整体利益 尤其要关注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不受损害 也就是说 独董在公司的重要意义就是嫉妒诱动 据界面新闻报道 中国人民大学商法研究所所长刘俊海教授表示 经过康美案 部分独立董事或许发现 自己缺乏履职的能力和条件 且本案独立董事承担的民事责任 远高于收益 辞之潮反映出独董的权力意识 责任意识 风险意识在觉醒 他预计 不过 从法律上来讲 现任四家境内外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 应立任五家上市公司独立董事 财新专栏作家银小兵发文 现行A股独立董事制度规定 辞职后必须要等到新的独立董事 经股东大会产生才能离职 不是一纸辞职报告就可以移职的 离职也不可以免除任职期间的责任 任何国家的法律都不会对任职期间的独职行为 因已经辞职就豁免